你希望政府可以要什麼樣的回應 收回服貿 可以的話 ECFA、MOU通通都拿掉 因為那都是20萬國民黨黨員選出來的人 決定的東西 不是2300萬人決定的東西 可以具體這麼多的原因 其實也還是來自於昨天 就是317的張慶忠的事情 像我本身是我自己本身就已經有在了解服貿的狀況 那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說 服貿是一個不了解的東西 也的確因為這樣子更多人知道服貿這件事情 那對於政府來說 他就不是一個可以那麼輕率強行通過的部份 這個條款 就是單方面受惠 就在對外那邊 最基本的當然是把這個條款內容 然後呢就是告訴我們群組員 我們不是為了反對服貿而去反對 那是因為他的簽訂的流程 他的過程 那他沒有聽過一個正常的程序 他是由自己去偷偷審核這樣子 政府從頭到尾都一直在欺騙我們 不管是開放的數量啦 還是說他的有相關內容這樣子 從頭到尾都在欺瞞我們人民 希望這是給他們一個機會啦 他們說不要以意孤行這樣子 重點是說他們五國政府對就是中國大陸都被開出來的條件他完全接受 然後可是我們兩方的條件是非常不符合的 應該要主條審查 然後人民要知道說 欸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對你不能就是 就是很不斷的說 欸我要他過 然後就過 從一個正當的議事程序來看 不應該就是主席站在旁邊用尿噸的方式 然後就三秒鐘就通過一個議事 而且沒有完全的實質的開會程序 這是一個非常離奇的事情 就是說呃程序面是程序面就是說 國會今天他其實沒有依照一個和於憲政秩序的一個方式 來進行程序 那當然大家可以講解到就是很遠以後的結果就是 如果說今天以後國民執政黨啦 我們講任何一個執政黨 他想要通過任何的一個法案 他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那其實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這完全不合民主價值 那我們覺得更有問題的事情是不只是這個國會的程序 因為今天國會執政黨是多數黨 所以他其實可以用一個正當程序的外觀說 我就用壓倒性的多數來壓制 真的有問題的事情是這整個條文的內部的內容 人民是不知道的 那整個定條文的過程中 其實根本沒有對任何的產業去做調查 去做後果的評估 那如果我們去比較其他的國家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到台灣完全沒有這方面的事情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也贊成自由競爭 那可是自由競爭的部分 至少要是一個公平的舞台上做競爭 可是我們看台灣的福島協定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根本不是一個競爭的狀況 因為兩邊是不對等的 我們根本不能過去中國 但中國他可以不用過來台灣 就直接在台灣進行一些 相關的服務業的一些經營 那從整個條文定念的過程 到整個中間討論的過程 到最後整個包含國會這個部分 我覺得今天國會只是一個觸發點啦 就是變成很多人因為這樣 覺得太過分了而出來 不過今天 為什麼會要求立法院審查 因為立法院是什麼 立法權是一個民意的代表 他代表全國人民 是代議政治 那問題是因為我們的立法委員 他根本沒有去 沒有做實質的審查 他沒有去表現出一個民意的基礎 那所以說今天有這樣 如果我們今天要佔領的話 不是佔領行政單位 當然也不是佔領司法權 我們最直接的就是要怎麼樣 奪回屬於我們人民 發聲的奇怪 那就是立法單位 如果民意代表不能展現我們的意思 那就是由人民直接表達我們的意見 為民意代表 為民意代表